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不是猫头鱼 我们今天就来抽抽看到底需要花多少点圈才能把它抽中 一般我看网上他们都是大概三四万点圈就会抽中 有些比较歐的玩家甚至是花了两万就抽中了 那我也来帮你们实测看看到底这个新宠物到底需要多少点圈 刚刚我应该是说错了这个猫头鱼拼命虫物只需要大概两万到三万 三万点圈就能抽出 如果是没有课金的玩家就是平时只能抽点圈 虫物的可以去抽抽看 因为这个数数是比较好 虽然有些玩家可能已经抽了逆天鹰 可是这个猫头鱼跟逆天鹰有什么区别呢 逆天鹰的属性是比较适用于那些藤红图是非常的强 可是那些平跑图的话 逆天鹰是没有任何作用的 相反这个猫头鱼它的机器效果是非常的佳 如果是用在平地图 大家可以选择这一个宠物 然后可能到那些藤红图然后再换成逆天鹰 总体来说这个恐怖是非常推荐那些没有充断石的玩家去购买的 因为CP值是真的非常非常的高 也不会花大家非常多的点圈 最多也就三万点圈而已 下来的车射劲 我们记得到了 最后大墙的新闻 大家可以看到在平地的物业 大家可以看到他们的但是 解决最后的问题 先回去在平地上 把银子踢那个 平地上 那我们这里就来实测看看这个猫头鹰的效果到底如何 比如机器方面 这个猫头鹰的猫头鹰的猫头鹰的猫头鹰 那我们PA的猫头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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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猫颗城蛋猫颗鹰的猫头鹰的人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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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